老妈一天就嫌不下来 又到那边拔草去了 妈你不爬了 歇一会儿 等会儿捏包子 我凑着一会儿留了 快点我把菜爬 不爬一下 菜一些的做不成 对那时间出了 都是你腿又难受的 又得贴高鱼呀 我爬了把鱼呀 我给她想了一个好办法 我想了一个好办法 别动 别动 带你去个好地方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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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利索一点 带你吃好吃的 妈 今天办法好吗 好 你给她拿换妈 给她拿铁子进来 慢慢慢慢 盯到这儿 用柳块草就躲 羊吃饱了 草也除了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生菜越长越高了 把这条小鹿都给挡住了 正好有朋友说 想看我包一次生菜馅的包子 那咱们今天就包一次 正好把这几颗都拔了 不行拔不动 得拿工具去 咱们的挖菜三件套 今天用这个 这下就快多了 咱们的挖菜馅的包子 你吃过吗 没有吧 尝尝的就我俩样 今晚试一会看好吃吗 好 放盐 味精 油 妈看你还连人多酥 你认真的 现在我看到什么菜 都想把它包成包子 生菜馅看着也不错 你还酥还没拿碗了 干得西楼瘦 给我包包子来 马上 啥你不错喜的 太丢了 都不知道到底去扑瓜 这样的 上汽后蒸15分钟 看你效率一点都不高 全馋到一堆了 它们炒了 嗯 你再不孩儿子吃 我就换一条呦 吃 快吃 馅看着还行 味道也不错 咋样呢 挺好吃的 这生菜吃了都脆一点 我想着生菜蒸完以后 肯定是软趴趴的 没想到吃着还是脆的 嗯 这好吃 来点辣椒油 你能吃饺子 能吃饺子就能吃饺子 为什么 这啥生菜的 就是 刚才饺子回 我爸跟一样口感就不一样 生菜馅的包子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推荐朋友们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 记得关注一下再走 哦 今天就在第一个视频 你会儿 是吗 一会儿